小程序里面用的样式叫WXSS WX表示微信 SS是StyleSheets 它跟我们平时用的CSS差不多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微信小程序定制版的CSS 在小程序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样式文件 每个页面也可以有属于自己的样式文件 先打开这个index页面的WXMO文件 在这个view组件的上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class 在组件上面添加一个类 名字是container 这个container类的样式在其他页面上也应该会用到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样式定义到小程序的主要的样式文件里面 在小程序的根目录的下面去创建一个样式文件 名字应该是app.wxss 小程序的主样式文件必须要是这个名字 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container来作为样式的选择器 我们可以先把组件的box sizing的值设置成borderbox 再设置一下它的height也就是高度 值可以设置成100vh 再添加一个padding 添加一点边距 值是8个像素 然后再用一个background的属性去设置一下页面的背景 值可以是f8f8f8 再设置一下文字的样式用一个color属性 那值呢我们可以使用rgba来表示颜色是黑色 不透明度甚至乘0.85 现在我想让页面上面的内容水平还有垂直都让它们居中 我可以使用css的flagbox去实现 先改造一下这个页面的wxml 在这个view组件上面再去添加两个css类 verticalcentered 然后在它里面我们再嵌套一个view组件 再回到小程序的主样式文件 先定义一下这个center的这个类的样式 如果组件上面带这个样式 我们就让它水平居中 我们可以把组件的display 这个属性的值设置成flags 让它变成一个flagbox 然后把flagsdirection的值设置成column 然后再设置一下它里面的这个元素的对齐 用的是alignitems 把它的值设置成center 你会看到现在这个页面上面的元素 就会水平居中去显示了 再添加一个样式的选择器 同时在vertical 还有center这类的组件 设置一下它的view 这个子元素的一个样式 把这个组件呢 你把它设置成flagbox display设置成flex 然后再去把这个height的值设置成100vh 再把flexdirection设置成row 然后再用alignitems 去让这个组件居中对齐 现在这个页面上的这个组件呢 就会水平居中 同时呢也会垂直居中 小程序页面上面公用的样式 你都可以呢去把它放在这个app.wxss 这个文件里面 这样你就可以在小程序的所有的页面上 去使用这个文件里面定义的样式 每个页面也可以有自己单独的一个样式 比如说我们去给这个index页面 去创建一个样式文件 文件的名字应该就是这个页面的名字 这里呢就是index 后缀是wxss 再打开这个页面的wxml 这个文件 在这个text的组件的上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类 名字可以是header 我们再把这个header的样式 放在页面的这个样式文件里面 一个header 用一个fontsize 设置一下字号 再用一个fontfamily 设置一下它的字体 然后在模拟器上面可以预览一下